修福 勤修善业必能增福 若能气力 福会双修 广西有位先生 姓丁 名叫光昌 他的家里 非常的有钱 但他的生活 一点都不奢侈 仍然是粗茶淡饭的 过生活 他的妻子 对他有所孕言 常常跟他抱怨说 我们家里的财产这么多 但你却不知道享受 那么 要这些财产 做什么用呢 丁光昌先生 听完了妻子的话后 就回答他说 我常看到世间上 有许许多多贫困的人 每天都为了三餐而在忙碌着 也没办法有个自己的家 自己的事业 所以 我们应该在平常的时候 就要养成习福 解解的习惯 限量把多余的钱财 先拿来照顾自己的亲人 然后 再把多余的钱财 布施给乡里的村人 到现在 我心中还一直挂念着这些事啊 他的妻子 听完了丁光昌先生的话后 才恍然大悟 知道光昌先生 为什么要如此的习福 从此之后 他的妻子 也跟光昌先生一样 面面都在为别人着想 过着清淡朴实的生活 后来 丁光昌先生家里 子孙满堂 在地方上 成了有名望的人家 他的子孙 也都因为丁先生的关系 不管是在哪个行业里 也都能有很出色的表现呢